客家委員會跟國家交響樂團 為了紀念已故作曲家 江文也在2023年 逝世40周年的時候 特別攜手舉辦 江文也音樂系列活動計畫 那麼就在今天記者會當中 那麼各位會主委也特別說了 希望透過這次活動 讓世人認識才華洋溢的 傳奇作曲家 鋼琴小提琴 加上大提琴弦樂三重奏 演出這位作曲大師 江文也在台灣高山地帶 長期催奏著西方作曲家 德布希的希林克斯 6號上午 這場在國家音樂廳舉行的記者會 現場展開一段 東西音符交流的音樂饗宴 這是客委會 為了紀念已故作曲家 江文也將在2023年 逝世40周年所啟動的活動計畫 出生於日本時代的江文也是新北三支地區的客家人 作品蘊含濃厚的台灣故土宗教聖越等 是首位享譽國際樂壇的作曲家 這次客委會找來國家交響樂團聯手 邀請作曲家陳可嘉擔任計畫策展人 還有多次演出江文也作品的 NSO榮譽指揮 為呂少嘉一同參與 感嘆江文也的人生記憶 呂少嘉希望透過活動 讓這位出身客家才華洋溢的作曲家 能夠再次被世人看見聽見 記者